闲置多年的凤林油气区总面积有48.37公顷 管理单位是华东坐管处 目前正在进行污水排放系统取得排放许可证 未来规划朝向FICC中华民国露营协会的露营规格来发展 让露营的民众可以享受更完备的设施和安全的环境 在民国83年就已经做好初期的环平 并规划了初期的营地设施 而在近几年露营风气新盛 华东重谷风景区管理处希望在今年能够朝着OT的方式招商 为华林中区增加一处相当具有休闲风气的营地 凤林油气区总计有48公顷 那我们在民国83年左右就已经完成环平 那因为当时在做的部分有做初期的一个营地的设施的营造 那后来配合这个初餐就是要用委外那个民间来经营的方式比较适合 那后续也经过了这个因为有东改的这个地下化 提到地下化的部分 那招商也面临到有解约的状况 有迁用解约 那刚好现在因为我们现在露营蛮夯的 那也要希望把它做的一个比较标准 也符合国际标准的露营区 那所以我们现在初期的部分的设施都有把它整治好 包括污水设备还有一些整个环境的营造 都会把它做的基础设施会做好 因为我们有48公顷嘛 所以我们的规划现在目前用 还是用初餐啦 这个还是要民间来经营 所以我们是用这个民间自体的方式 就是初餐法46条 那我们现在正在公告 就是民间他会提他的企划书给我们评 那我们评的可行的时候 我们会再做一个招商 再让其他人看有没有意愿来参与的 那这个地方是 还是以原来我们规划的露营区为主 那全期是10公顷 那后面还有38公顷是委托民间 可以投资金星件 包括目前有比较 希望做更好的就是一些豪华露营 或是比较特殊的豪奢的部分 那当然这个都是要符合规定去做啦 凤林游戏区委外招商 前期将进行40公顷的招商 而后期还有38公顷将委托民间 进行兴建 而目前凤林游戏区已整理出 14个露营车格 以及一般营地30个 园区内包含露营区飞行体验区 希望能够再次为花莲中区 打造出最耀眼的露营营地 记者凌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 室内容 是 请问